現在我們要來討論的是二元一次方程式的一個標準式 那這個標準式是ax加by等於c 藉由這個方程式我們會標準式我們去做三個討論 由這三個討論之後我們就可以很輕易的在直角坐標中給予我兩點 或者是anyway任何的情況我就可以去求出直線方程式 這是國中生現在面臨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課題 那第一個呢既然叫做二元一次方程式 就是會有兩個位置數一個是x一個是y 那前面我給予他一個係數x的係數是a y的係數是b還有再來這個是常數項是c 所以ax加by等於c 那目前來講的話並沒有說明說a是什麼東西 b是什麼數字c是什麼數字 所以我再做一個discussion討論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a等於0 b不等於0的情況 如果今天a等於0的情況之下 就代表這一項消失了 所以這個時候變成by等於c 所以y就會等於什麼呢 b分之c 那既然b不等於0 b分之c 那c我等於0的話 那就是y等於0 那y等於0的話就是x軸 那如果說c也不等於0的話呢 也就是說c也不等於0 那y就是等於某一個數字 那它就是一個水平線 所以這裡我可以說可以是x軸 或水平的一個line 水平線 這是第一個討論 那第二個討論呢 是a不等於0 b等於0 那如果a不等於0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呢還在 但是b因為等於0 所以這一項消失了 所以這個時候x會等於a分之c 同樣的道理 如果c不等於0 那麼x軸就會是一個垂直線 但是如果c等於0的話 x就等於0 那它就是y軸 所以以這一題來講 它就是y軸 y軸 y軸 或者 垂直線 再來呢 另外一個情況呢 是我們最常用到的 這是兩個比較特殊的例子 就是a也不等於0 b也不等於0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做一個簡化的動作 就是 ax加上by等於c 我會去刻意的把這個ax這樣呢 放到右邊 所以會產生by會等於-ax加上c 再來把每一項 by-ax這三個項 每一項都除以b 所以y就會等於-ax加上b分之c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就把它定義成 我們二元一字方程式標準式 我會習慣用這個方式去用來求直線方程式 只要帶兩點進去 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程式去做連立方程式 就可以求出直線方程式 那這樣子看起來很複雜 事實上我只要把符號改掉 我們說b分之a就是alpha b分之c就是beta 所以y就等於alphax -alpha加上beta 這就變成一個很簡單的式子 或者呢另外一個式子 有人就會說乾脆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就把它改掉了 變成另外一個符號 好 那以上呢是二元一字方程式的一個標準式 用來解直線方程式的一個基本的觀念 那我們待會會有一個簡單的題目 來解這一題 以上 看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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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